下一位請旅委員玉琳執行 尋答時間15分鐘 謝謝我們的蘇院長 請行政院的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院長 你好 在去年華印這個企業有申請的重整 就馬上傳出來說華印公司可能會裁員 當時這個勞動部信誓旦旦的跟我報告說 不會 他們不會裁員 可是在這個禮拜 華印公司就送出了解雇的計畫書 這個解雇計畫書當然 這很多的內容裡面我想請教院長 公司要申請重整 勞動部一定要去關切 在沒有了解清楚之前 去跟本席報告說他不會裁員 結果過了幾個月 解雇計畫書都送出來了 我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解雇計畫書 謝謝委員 委員您剛剛提到說 我們部裡面有向委員報告說 絕對不會裁員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曉得這件事 那跟您致歉 我也要了解一下詳細的情形 那我先請教一下 不過那個華印這件事情 從去年面板 因為面板是全球功過以求 所以一直面板產業 它會面臨到問題 而且華印本身 也已經好幾年都虧損 我們一直在注意這件事 好 你一直注意 那我先請教 我們在就事來論事 因為他3月18號 就要開協調會了 那我們政府單位 有沒有要派員參加 有 報告委員 我們他下禮拜一會 勞資會有先自主的協商 那勞動部跟桃園市勞動局 好 因為這一件的 因為在地方是桃園市勞動局 主要是全責計畫 桃園市府 對 在市府 所以市府跟勞動部都會出席 對 我們勞動部也會派員 好 我們其實這件事情 發生之前跟之後 我們一直跟桃園的勞動局保持 密切的聯繫 用什麼角色來出席呢 我們會用 我們是中央主管機關 我們對這些勞動的事務 本來就有參與了一個權責 那我們會在這裡面 主要是要協助 協助這些我們的勞工 在他的權益的保障上 會更好 好 部長 我想請教 我剛剛提了 這個解雇計畫書送出來了 您看到沒有 裡面的內容您看到沒有 可是為什麼這樣問 就是在這個3月12號的時候 勞動部自己主動 在官方新聞上 新聞稿 就有發佈一則新聞 呼籲 華印公司要以 比較更優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資遣的條件 所以我想請問 你看到這個計畫書 這計畫書的內容 有沒有比一般的 我們勞基法更優 計畫書的詳細的內容我沒有看 但是同仁有跟我有大致報告 是 那我們是希望說 有沒有更優的條件 沒有 我們現在更優的條件是說 他們在協商的時候 可以比勞基法更好 比他們 他跟你報告有沒有更優 你不知道 有最低的標準 跟一更優的之前的條件 是 所以 我想要你們要 要用心去處理這件事情 不是嘴巴說一說 你如果去爭取 你有什麼條件 目標手段方式 你要講清楚啊 報告委員 因為負責的單位 我們的業務業管單位 一定會 詳細的針對 這所有勞工的權益 如何在 談判之中 能夠讓他獲得 比勞基法 或者比他送出來的 這個大姐計畫書還要好 我想我們這個都有因應啦 在這個 解雇計畫書裡面 我看到你們的網站 公布出來的 有一些字式的表格 裡面有七大項 但是 所有勞資方面的協調 最關鍵的是什麼 資遣費 如何計算嗎 資遣費有心製救製 或者是說你要更優 最低標準的話 一個 一年的年資是一個月的遣散費 那現在 你如何去處理 而且 您知不知道他要 遣散的有多少員工嗎 華運有多少員工 要遣散多少員工嗎 部長 這最重要的 你有關切到嗎 報告委員 我們要處理之前 一定會做好功課 去參與的人 下個禮拜一就要協商了 你的功課還沒有做好 不是 這個我們 我們的主管的單位一定有 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也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一定會準備好 也會為勞工的權力來 部長 我不希望聽到的 你們就是口頭上 你們到時候3月18號去 就旁觀 去那邊只是說一說 看一看而已 回來沒有比較強的手段 如果華運今天 跟勞資的協商裡面 破裂的話 你們用什麼方式 去規勸華運 或是用強制的方法去執行 你要把這目標方式 要說出來耶 不是說說而已 是不是 要有行動啊 這個委員 這個談判喔 是動態的啦 那我們 面對什麼狀況 我們會有什麼因應 我想 我們都會有準備好 我們都會準備好 所以3月18號 你們會發言嗎 你們會看狀況去發言嗎 呃 我想參與的同仁 應該是有經驗的 我的意思是說 非常重要的 就是 華運 他現在遣散的人數 已經爆出來 2500個員工 就等於2500個家庭 他如何去年輕的 去把輔導轉業 或者是比較資深的 你如何去 如何臨界到 退休的年齡 差幾年就要退休了 你如何給他優退 等等 這個我們政府都可以來關心 可以用什麼方式 來強制的來介入 這才是我們扮演的角色 不是去聽聽看就好了 我們絕對不是口頭說說 我想關於這個華運的案 後續 包括協商 包括後面怎麼樣 我們跟勞動局這邊是專案 專案的方式來協助這些勞工 好 你要協助 因為你們自己主動的官方新聞稿去發布 要有更優的淺善的條件 好 所以院長 我請我們的行政單位 說到要做到 好不好 好委員 這個我給委員做說明 第一 當如此大量要準備解僱勞工的事件發生時 第一 勞動部 責程 協同 地方主政單位 桃園市政府勞工局 馬上介入了解 解決的方案三個態度 第一 就是所有 他如果是惡性逃避的 那 是另外的法律處理 如果是他不得已 要採檢員工 這個公司 全部四千員工 有兩千五百人要採檢 這個很大的事情 所以 要由勞動部 桃園市勞工局 第一 相關法令規定 絕對要做到 甚至優於法定條件 第一 第二 對於勞工們 就 因此而失業 相關應該有的失業救助等等 都要有 第三 進一步 轉介服務 我們政府盡量 找各種機會 像這一次 華運公司 兩千五百員工 就由 我們中央協助 現在 很感謝 我們台商回流 正需要大量人才 尤其像這種 本來就在工作的勞工朋友 所以 有一家 像智邦 這個大公司 我們 現在就已經 他答應 一千個 員工 馬上就可以 管界 所以這我們 肯定跟感謝 解雇這個計畫書裡面 有一條裡面 就會寫到 你要輔導就業的 輔導到哪個公司 這個也會寫出來 所以我才會問部長說 你到底看了這個計畫書沒有 所以院長 我也請你督促你的所有行政部門 包括勞動部 對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說到做到 好不好 那院長 接下來 我要請教的就是 空污的問題 空污是台灣 所有民眾最關心的 尤其這個就是這股力量 的反應 那我們的政府 也要回應這些民意 所以我們才有這麼多的 反公污的政策 修改這個空污法 雖然說這上面 有很多的這個爭議 就像說是老車的退場 或者是二行程的那個車輛的 汰換的這些問題 也花了很多行政部門 針對這些爭議的問題 做了很多的解釋 跟說明 但是解決空污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政策上 是我們大家的共識 院長同意吧 同意 那可是在去年的九合一 這個大選的時候 我們國民黨有提出了 第七號的這個公投 在政府在每年要 應該要減少 百分之一的火力發電 這個投票 是在這個十個公投案裡面 投票是最高的通過的 792萬的人民 投票出來通過的 所以政府也應該要回應這個問題 所以本席呢 也特別的問了這個經濟部 經濟部在上個禮拜的這個 經濟委員會做專報 他也有說明說 今年跟明年 這火力啊 會 火力發電 會減少百分之一 這個可以做到 但是 院長 他說 後年以後啊 就做不到了 這樣子等於回應我們的民眾嗎 你認為呢 我們就是遵照公投結果 每年 他說今年跟明年 減發電1% 他可以做到 可是後年以後 就做不到了 這是回應的方式嗎 你覺得這樣的回應 是負責任的話嗎 這就是遵照公投的效率 同時 那你要繼續每年遞減1%的火力發電啊 的量啊 不是 工投效率不是這樣 而 我們也 經濟部委員坦白報告 如果每年真的一直減1% 那會 有 缺電的危險 缺電的關係 所以 可是 上至總統到行政院 到 我們的台電 都一直說 不會缺電 不是 你不能一直減一直減 不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 所以你要一起去盤整嗎 當然 盤整我們的火力發電 真的要去減少 確定要去減少的話 你就要去盤點啊 對 說不定的話 就是不用再用火力發電了 當然 你們就發揮綠能了嘛 不是嗎 真希望有一天 這個都沒有啦 總是 總是要有時間 總是這個問題 但是 經濟不想回答我說 今年跟明年做到 我去問台電 台電說沒有啊 你說什麼 台電說沒有啦 做不夠啦 因為台電說 他所有的民間電廠 都是有合約的 我要告訴院長就是說 一定要做 因為 我們說的是 火力發電 不管是你的燃煤 或者是你的天然氣 你都要 每年 減少 百分之一的 火力發電嘛 那這有沒有包括 民間電廠 我們關心的就是 我怕你們疏忽了 民間電廠 包括在這個範圍以內 所以我去問台電啊 台電說 這個民間電廠都有合約的 今年 明年 合約都已經簽下去 就要照走 那以後的話 那就看以後 有沒有需要的狀況而定 所以 經濟部告訴我說 沒有包括民間電廠 這個公投的結果 我們一定要遵照 那 我因為 經濟部現在不在這裡 所以我對於這個 他講的業務上是怎麼樣子 我不是那麼專業 很了解 不過公投的結果 政府一定要遵照 你要回應所有的人民嘛 但是院長 最重要的是怎麼樣 你如果民間電廠 沒有包括進來的話 這個就像我們去年修的電液法 開了一道窄門 你台電 你每年遞減1% 結果你減的量 民間電廠再補回來 搞不好增加更多 因為民間電廠 佔我們的火力發電的部分 是17%耶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 我們要負責任的執政 來推廣這個政策 一定要 不管是台電跟民間電廠 都必須要來執行 我們的火力發電遞減1% 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 本市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民間電廠 還可以繼續的申請來設這個火力發電廠 那你不等於說 你鼓勵火力發電了嗎 民間電廠可以一直去申請火力發電廠 就是 關係到是什麼 就是本習 在這個談民 我們民營的這個電廠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很多的爭議 關係的就是像新竹的 關係的宏觀電廠 他這個電廠靠近的就是龍潭 跟靠近的十門水庫 十門水庫是個集水區耶 當時在2007年的時候 這個電廠還通過環評要增設 但是爭議不斷 民眾大家的反彈抗議 所以他連續就提出了第二次的這個變更設計 這個變更設計還經過三次的會議 還是沒有通過 這表示什麼 表示大家都在反對火力的發電廠 但是我們要求的就是 你居然政府針對我們的公投結果 你要回應我們公投的結果 你就必須在這個修法環差當中 我們政府不能夠站在人民這邊 一定要回應人民的反應 你如果說再給民營電廠去聲色的話 那這樣子 我們的公投結果 就沒有達到他的效益了 尤其是本席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政府應該要跟我們的百姓 是站在一起的 要支持 不然的話 你看我們反空污 政府提出多少政策 二行程的太壞 還有我們老車的退場 這些移動污染源 你都要去減少了 這空污的問題 我們政府會拿出一個 有破例的一個做法 並不是這一邊台電在減火力發電 減少這空污的問題 那民間的話 一直在增設這個民間的火力發電廠 這不是一致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請院長一定要來關心著 我們的未來的火力發電廠 好 謝謝呂委員 謝謝蘇院長